好往下来看到第四节 债务人财产 各位这节是重中之重 可以说我们整个破产法 都是围绕着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而展开的 债务人财产变多 那么管理人受传的比例就会变大 债务人财产没有多少 那债权就惨兮兮的 破产程序拿到的比例就低 好这是这一节的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 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包括两块 包括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的财产 以及破产申请受理之后 到破产程序终结前新取得的财产 各位画两个字找到属于两个字 第一个试点是受理时属于 第二是受理后新取得的 如果我想问你 他都破产了 怎么还会新取得财产呢 哪些情况会新取得财产 你帮我想一想 第一个 旅行双方均为旅行完毕的双务合同 那我给对方交钱 对方给我交货 我会新取得财产 第二 说继续营业 还可能赚钱呢 第三个 我的财产可能自然增值呢 第四点 次债务人要还给我钱呢 第五 对方吃我的财产 要交还给我呢 这是不是都会导致 债务人财产的流入啊 都会导致它变大 所以这里我需要大家有个理念 就是破产 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 而是个动态的概念 同样债务人财产 也不是静止的概念 而是一个不断有流出 不断有流入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概念中 你不用去背 你把握着感觉属于 另外第三个字 所有权 没错 这个属于应该指的是 有所有权的 就是债务人财产 好 两段理解了 往下看范围 一 形态不限 债务人财产 既包括货币和实物 也包括它依法享有的 可以用货币估价 并可以转任的债权 物权 质产权 用于物权 和其他财产权益 都算债务人财产 形态不限 往下看 债务人已经设定 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 也是债务人财产 各位你看 现在A公司破产 A公司有栋大楼 它的不动产 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银行对它有抵押权 有别处权 但此时 这栋大楼 它所有权仍然属于A公司的 只不过银行优先收藏罢了 所以这栋大楼 纵然已经抵押出去 仍然属于A公司的债务人财产 好 往下看 非债务人财产 哪些不是债务人财产呢 各位 刚才说属于它的 就是债务人财产 那同样 不属于债务人的 自然就不是债务人财产了 哪些不属于 债务人给予 仓储 保管 承揽 代销 借用 寄存 租赁合同 或其他法律关系 占有 使用的 财人财产 各位 比如说现在A公司破产 A公司帮别人保管的 A公司帮别人运输的 A公司借来的设备财产 都不是A公司的 它只是基于这种 贷管 借用等等 暂时占有而已 所以别人是可以取走的 所以它当然不是债务人财产 所以在破产中 当然不能向债权进行变现 和分配了 第二个 债务人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当中 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各位 我们前面在合同中讲过 有种买卖 叫所有权保留买卖 即在债务人 满足特定条件之前 这个财产 虽然交付给他占有 但是他并不所有 所有权仍在卖房手中 第三 所有权专属于国家 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比如说 国有土地的所有权 是只能归国家 且不得转让的 你说这个土地 不也可以归A公司吗 你说的是土地使用权 而这里指的是所有权 哪些不属于他 重点是第一个 你重点关注 就是占有但不所有的 我们来看第四个 共有财产的处理 各位在前面 我们讲所有权的时候 讲过共有 包括岸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大家看这里 债务人对岸份相有 所有权的共有财产的 相关份额 或者共同相有所有权的 共有财产相应的权利 以及 依法分割 共有财产所得部分 也应当认定的是 债务人财产 简单了解就可以 另外 反正宣告 债务人破产清算 属于 共有财产分割的 法定 是由 它会导致这个财产原物的分割 但你注意此时 因为分割共有财产 导致其他共人产生损失 那么其他共人 那么请求这个债务人经赔偿 这个请求权是 共一债务法源应当 予也支持 好 做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各位 以上是 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我们来看第二点 债务人财产的收回 大家看 什么时候要收回 债务人财产呢 以下三类 第一个 是股东未缴足的出资 应由管理人收回 第二 董建高的非正常收入 第三 取回的质物留置物 这是我们说 债务人财产收回的三种情景 我们说两星考点 在这边按理题当中 是经常考察的 好 我们先看第一 对于股东出资 首先 在破产程序当中 要对股东出资进行收回 不受其出资期限的限制 各位其实我们公司法中讲过的 原则上股东对于其出资 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 即没有借满出资期限 公司是不能要求我把钱给到他的 但各位 一旦破产申请别受理了 那公司就没有未来了 没有未来 股东的期限就失去价值 所以此时 不管股东出资 有没有借满出资期限 管理人都有权要求他 把任脚未脚的出资到位 好 第二点 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各位这点 我们在公司法中也讲过 现在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那本身出资是一种投资关系 是不受到诉讼时效限制的 哪怕过去的三年 管理人该问你要钱 也问你要钱 如果股东以超过出资的诉讼时效 为由抗辩的法院 是不支持的 好 第三 对出资相关责任人的追回 大家看 官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 主张公司的发起人 付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高 或协助抽套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高或者实控人等 来承担相应责任 并将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所以第三个 其实对于公司法 它的一个运用 即股东个人的出资义务 然后牵扯到其他发起人年代 或者相关助体的年代责任 好 这对于股东出资的追回 一 不受期限限制 第二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前两是重点 往下来看第二 对于董坚高非正常收入的追回 先看基本规定 债务人的董坚高 利用职权 从企业获得的非正常收入 和侵占的企业财产 关键人应当追回 关键是非正常收入 大家看 什么叫非正常收入 以下几类 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 大家跟我再回顾一下前面的考点 什么叫破产原因 用我说的 两个负荷原因 第一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不抵债 第二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好 在这种背景下 董坚高获得的下列收入 就是非正常的 一 绩效奖金 你怎么好意思 现在企业都有破产云呢 你居然拿绩效奖金 绩效奖金 不是有绩效 才应该拿的吗 现在拿的多么不合时宜啊 第二个 普遍不见职工工资情况下 获得到工资性的收入 你董坚高领工资 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不换寡而换不均 普通职工没发工资 你却率先发了工资 不公平啊 第三 其他非正常的收入 比如说领工赏的 这就是董坚高的 非正常收入的具体列明了 对前提是有破产原因 相反 如果企业现在 风和日丽的正常情况 没破产原因 那这些该领还是要领的 好 往下看 如果把这些追回了之后 该怎么处理呢 你看 说我虽然现在管理人 把这些给要回来了 但如果这些是合法的 它只不正常 那此时我承认是欠着你的 今天欠着你的 在破产中 也是予以处理的 所以你看 如果董坚高要求返还绩效奖金 和其他非正常收入 这种债权 就作为普通的破产债权 和什么供应商的 和其他那些债权的 一样 都是在职工后面 在社保和税局后面 在最后对普通债权 按比例还 那可能七七八八 拿不回多少 相反 如果是在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 取得的工资性 这种收入 给你要回来了 那这种 我们一分为二 一 按照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 平均工资部分 那按照拖欠职工工资清长 就放在职工债权中 是优先的 即你和职工一样 都是平均工资嘛 但是高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部分 则只能作为普通债权 也最后打折 打股折价给你 和普通债权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综合起来 也就是说 哦 绩效奖金 非正常收入 以及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 获得工资性收入 只有在职工工资 平均工资以内的这个工资部分 作为职工债权 而其他的都是作为普通债权的 也就是这一点 那么就迎刃而解了 好 这么说的 第二类 真正懂懂建高的 非正常收入 应该收回 看第三 取回置物和留置物 他提到 会场申请数理之后 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 为债权人接受的担保 取回置物 留置物 或者解除债务人财产上 存在的物权担保 好 所以各位 这就是民法中说的 敌除了 即要么还钱 要么提供其他的担保物 才能取回担保物 各位 另外联系我们刚刚讲的 说取回担保物 这是有重大影响的 财产处分行为 是有重大影响的行为 有重大影响总办 管理人只能制作方案 提交债权会议审议通过 并且提前十天报告 债委会 没债委会的报告 法院 你看 是不是又回到前面 管理人制度讲的最后一点 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去了 好 第三 在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替代担保时 如果担保物价值低于被担保的债权额 那么只能以该担保物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 这防止出现不公平 防止出现利益输送的情况 各位你看 现在A公司是债务人 A公司之前将自己的一套设备抵押给了B公司 并也办了抵押登记 动传抵押 抵押登记 是可以对抗第三人的 OK 说欠B公司多少钱呢 欠B公司200万元 现在在整个破产程序当中 我们认为该设备对A公司破产成种特别有价值 我们打算将A设备作为抵押物取回 那怎么取回 要么向B公司清偿债务 要么向B公司提供其他可接受的担保物 各位注意 欠B公司欠200万 此时该设备的市场价值是100万元 请问我要想取回该抵押物 我向B公司清偿 能否清偿200万 不能 只能在该设备市场价值100万范围内进行清偿 如果该设备仅值100万 因为B公司此时它的优先权范围是100万 如果你还了200万 那等于在担保物价值之外 在B公司优先权之外 向B公司又进行多还了100万 而那100万本来没有担保保折 那本来应该作为普通债权最后打股折价还的 因为你就足够还了 这不就不公平吗 这不就个别清偿吗 个别清偿前面不就是无销的吗 所以你懂了 只能在担保物市场价值范围内进行清偿 或者提供担保物 这个取回质物留置物 各位这是关于债务财产 我们讲的第二块 官人针对相关财产的取回 或者叫追回 三块 一是股东的出资 二是董建高的非正常收入 三是想取回质物留置物 好 再看第三 债务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我们先看什么是无效行为 他提到 涉及债务财产的下列行为是 第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隐匿转移 第三 虚构债务或承证不真实债务的 因为是虚构和不真实 这么说的无效行为了 各位这两个简单了解就可以 这边来看管理人的撤销权 各位重中之重 三性靠点 在案例题当中 经常会考到管理人的撤销权 各位下面会给大家介绍两种撤销 一个叫针对欺诈破产行为的撤销 也针对五种非法结文的撤销 它是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一年之内 比如这个图当中 破产申请是16年1月1号受理的 那么就是下面这段时间 该行为一定发生在15年1月1号到15年的年底 第二种叫针对个别清偿的撤销 这种个别清偿 它一定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六个月之内 这是个别清偿行为 那这么介绍的两种 好 我们先看第一种 这对欺诈破产行为的撤销 管理人发现之后 有权向法院申请予以撤销 第一 时间 它已经发生在受理前的一年之内 这我们说的 假设16年1月1号受理的 往前推一年 就是15年1月1号到15年12月31号 这是发生时间 来看行为方式 第一个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的 比如一套设备价值100万 就给到对方了 送给对方 你看这属于一个利益输送行为 财产转移 第二个 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的 各位这个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 包括两个方面 一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采购 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往外出售 总之导致钱多花出去了 或钱少收进来了 也一种利益输送行为 第三 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 提供财产担保的 那看 本来A公司对债务人签B公司笔钱 签100万 本来是裸带 没有任何担保措施 任何追加一个财产抵押 或者质押 第四 对没有到期的 提前清偿的 各位 未到期期间清偿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点就刚才说的 16年1月1号 破产申请 售底日 说现在A公司 在售底钱一年内 A公司债务人 他欠B公司 欠100万元 OK 本来欠B公司100万 在这个点到期 比如说16年的3月1号到期 A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A啊 他在15年3月1号 提前一整年还了这笔钱 还了100万整 各位你帮我分析一下 你看 如果他没有提前还 而是等到A公司破产申请受理 那么B公司就只能申报债权 申报100万 所以普通债权 假设A公司的破产当中 清偿比例是10% 那B 现在A的破产当中 货长10% 即货长10万元 但是A提前还了 因为一整年在这个点还 这个点A没有破产 A是足额还了100万 所以看 对这笔提前清偿 是不是就比 等到到期 等到破产 甚至受理去失贸这拳 多还了 多还这部分 就进行了利益输送 它造成不公平 所以就应该被撤销掉 所以就是受理前一年内 提前清偿未到期的 债务 大家注意 这里会有个例外 大家看这里 假设A钱B这100万 在这个点到期 假设在15年10月1号到期 你看到期日 是不是在受理日之前 那本来在10月1号到期 我在3月1号提前7个月还了这笔钱 各位 有没有造成利益输送 没有造成利益输送 等到15年10月1号 它也没破产 没破产 也应该足够还180 在3月1号还 也没破产 也还了180 所以你看两次 没有区别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 如果提前清偿 分两种情况 被提前清偿的债务 如果到期日 就在受理日之后的 那这之前提前还 会导致利益输送 相反 如果被提前清偿的债务 到期日 本来就在受理日之前的 这种提前清偿 是不撤销的 就第四个提前清偿 撤销的原理之所在了 各位 这是例外 就我们刚刚讲的情形 第五 放弃债权的 大家看 12345这五种情形 你根本都不用刻意去背 你发现 那么共同点是什么 共同点就在于 他们都是导致债务财产 不适当的 不应当的减少了 往进行了利益输送 所以此时我们认为 他就是在破产处理之前 意识到自己可能不行了 有意识的在搞欺诈破产 搞财产转移 所以管理人到位 三下五创 是你法院给他撤销掉 好 各位 这五个我们理解了 我们再看一个 第二个 以明显不可理价格进行交易 来看这个图 是16年1月1号破产申请被受理的 说在前面这一年内 假设在15年3月1号 A公司将价值100万的设备 以50万的低价卖给了B公司 各位撤还是不撤 撤明显不可理价格进行交易 那问题是撤销之后怎么办呢 一个买卖合同被撤销 就恢复原状 卖方取回原物 买方取回价款 那被撤销之后就意味着 A公司应该从B公司里 把这个设备给要回来 同意向B公司返还50万的价款 问题来了 向B返还至50万的价款 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个 由于B公司申报债权 因为普通债权 最后打值还给人家 人申报50万 七七八八还个5万就得了 第二种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要立刻马上足额还给B公司50万 选哪个 选第二个 此时返还价款会计为 共益债务 共益债务这个概念 我们一会儿会讲的 这先打个提前量 所以共益债务 就是受理之后新发生的 和业务相关的 来修复债文信用的 就叫共益债务 偿还这笔债务 使大家都有好处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首先 这个交易 是在受理之后被撤销掉的 所以对B公司的返还义务 也是受理之后新发生的一笔新债 另外 如果你不退给人家50万 让人申报债权 那B大概不会把设备还给你的 所以此时 足够给他50万 也对大家都有好处 因为你可以此时拿回100万的设备 使全体债权都受益 各位 这一点我们到公益债务 再会强调的 这就是五种 针对非法行为撤销 也要针对欺诈破产的撤销 好 我们继续 第二种 针对个别清偿的撤销 首先 该清偿行为 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 6个月内 像我刚才说的 受理日假设是16年1月1号 往前推 6个月 由15年的7月1号开始 比前面欺诈破产撤销 更加临近破产受理了 第二 有破产的原因 所以破产原因 就是我们说的两个 一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给债 第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三行为是个别清偿 各位什么叫个别 就是普遍公平的对立面就叫个别 好 各位你听这个例子 假设啊 我的A公司就是在16年1月1号破产的 我是A公司老板 各位 我自己心知肚明 虽然这个点破产事情被受理 但是在之前半年内 已经风雨飘摇了 已经摇摇欲坠了 已经微如雷卵了 已经有破产原因 我心知肚明 所以在这个十一节期间啊 15年10月1号 我的日子就很难过 这天家里挤满了债主们 债权人们 三分举着合同和欠条说 刘老板赶紧换钱 赶紧还钱 但是我谁都不还 为什么 还不起 我自己知道 此时我大概总负债规模是三千万 但我此时手边却只有三百万 根本就还不起 如果不久破产 大概没笔啊 我都能还个百分之十 但就在我富于顽抗期间 突然发现万绿从中一点红 有个美女债权人 咱得找他聊聊 我说姑娘 我也欠你钱啊 他说是 你欠我三百万 赶紧还给我 我说小点声 这么多人呢 还谁不还谁 我就住楼上 今天晚上十二点半单独来找我 哟 于是这位美女债权人晚上就来找我了 我拉着美女债权人的手说 我说姑娘 别人的债可以不还 但你的债一定要还 为什么 咱俩有缘分 于是我就把我硕果仅存的三百万 别人都没管 都一把还给这个美女债权人了 首先第一点 我现在的钱到期没到期 到期了 现在钱是不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一笔债 那如果正常情况还他没毛病 但是此情此景你总觉得有点不对 哪里不对啊 就如果你现在这三百万不都给他 等到不久破产申请被受理 这笔钱应该面向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分配的 而你现在都给了他 这个债权人一下就变成百分之百了 而其他债权人等到破产 也无产生可分 从百分之十变成零了 是不是对未来的破产 它的公平收藏权产生的消极影响 它带来不公平 所以这笔个别清偿就应该被撤销掉 我们稍微变一下条件 假设各位 在10月1号 我们有单独还这个美女债权人 我这么说的 都别吵都别闹啊 就三百万 每人都还百分之十 还完咱们就结束了 如果那天是按照公平的比例清偿的 撤不撤 不撤 因为那就不叫个别了 再换一个条件 假设在10月1号 我没有破产原因 10月1号 我这边 哟 精装我不错 资产充足 那我就自由的 想还谁就还谁 那么哪怕那天个别 也不会被清偿 所以各位 你记住这个条件很多 有三个条件 一 时间 几按着破产 六个月内 二 有破产原因 三 是个别 而非普遍 这又针对个别清偿的撤销了 好 各位往下 加大难度 来看例外情形 说下列的个别清偿 是不撤销的 第一 有担保 对于自由财产 甚至担保物权的债权 及那个别清偿 是不能撤销的 但是债务清偿时 担保财产价值 低于债权额大 除外 各位你看 还拿刚才这个美女债权说事 我欠她 三百万 我说姑娘 有没有担保 她说有 你将你自己价值 五百万的厂房 抵押给我了 此经此经 你看 她是有恃无恐的 别除权人 抵押权人 哪怕 没有在破产 受理前 六个月内 个别还给她钱 等到真的进入破产 她主张对该厂房 变现价值 优先收藏 也能获得足额的清偿 所以你看 此时 我的受理前 个别还给她三百万 我的钱会少三百万 但是担保屋 却被取回来了 此消彼长 同样 如果没个别还给她 破产收理之后 她没有拿到 单独的三百万的钱 但厂房 获得优先收藏 大家看 左边这样 右边这样 不完全一样吗 所以 不会带来不公平 她也没有获得 额外单独的 优先收藏 所以此时我们讲 那就不撤销了 因为没有造成不公平 这是自由财产 设定担保的 个别清偿 那什么叫例外 换一换 我欠了三百万 担保屋不是价值五百万的厂房 担保屋是价值 五十万的宝马汽车一辆 那你看 此时假设对她没有个别清偿 而到破产当中 那去走别出权 她是不是仅能就 该价值五十万的宝马汽车 获得优先的收藏 优先收藏的范围 仅是照五十万 超出该汽车以外 是没有优先收藏的权利的 那如果在收取前 我个别还给她三百万 还多了还少了 还多了 超出了她的优先圈 范围多还了两百五十万 那此又造成了不公平啊 所以此时对她的个别清偿 就应该被撤销掉 所以各位 第一话这么讲的 一般的个别清偿 是要撤销的 但以自由财产 设定足额财产 担保的是不撤销的 但是不足额财产 担保的又要被撤销 第二个被动清偿 债务人经过诉讼 仲裁执行程序 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 是不予撤销的 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 恶意串通 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各位比如说 还拿刚才的例子来说 那个美女债权人 她来找我 不是我主动还给她的 而是她带着法院的生效判决 仲裁机会的裁决来找我的 或经过执行程序 从这执行走三百万 各位这就不是我主动造成的不公平了 而是在法院或仲裁机构的主导下 被动的今天清偿 我没有主观的不公平和恶意在里面 所以你看被动的个别清偿就不撤销 这一是我们说维护法院的公信力 二我没有主观的意愿在里面 所以不撤 那什么叫恶意传通 我和这美女债权人 故意通过诉讼的方式 你告我吧 告我咱那打个配合 带着判决出来就不被撤销了 这就是恶意传通 所以各位第二个例外就这么说 主动的个别清偿要撤销 但是被动的个别清偿不撤销 但是恶意传通而造成的被动清偿又要被撤销 第三个 债务人为了维系基本生产需要支付的水费 电费等这种不撤销 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 人身损害赔偿金的也不配撤销 以及其他是债务财产收益的个别清偿也不撤销 所以就是这些有必要性或者能够收益就不撤销了 各位这就是个别清偿撤销的例外和例外的例外 那么有应难度也是我们案例题中的考试大户 各位看这归纳总结 那么这里把两种撤销放在一个表格当中 第一个 针对7大破产的撤销 时间 受理前 一年内 五种行为 都是导致债务人财产不应当流失而流失的 产生转移行为 注意 对未倒计的提前清偿是有例外的 第二个 针对个别清偿撤销 时间 受理前6个月内 背景 有破产原因 行为是个别 有例外和例外的例外 各位如果愿意这种撤销 不要慌 先画个坐标轴出来 坐标轴上 先标准一点 就是破产申请受理日 往前找个一点 受理前6个月内 再往前找个一点 受理前一年内 若有提前清偿 那也要把这笔债的到期日给它标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 画图有图有真相了 来看第三 债权的撤销权 我们刚刚讲 说针对那些行为 是管理人向法院请求撤销 但有一种情况 管理人没有向法院请求撤销 为什么 因为管理人 这边有自己的小算盘在里面 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或管理人疏忽了 没有请求撤销 无偿转让 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 或者放弃债权行为的 那么 债权人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债务人上税行为 并且将追悔的财产 归入债务人财产的法院 应当予以受理 各位这说的其实就是民法典当中 关于债的保全当中的债权人的撤销权 所以你看这逻辑在于 管理人他只应该维护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 他就撤 他不撤 债权人要求法院撤销 好 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 无偿转让 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 放弃债权 就这么说的民法中 债的保全中的撤销权 大家看另外来了 相对人 以债权行使撤销权的范围 超出债权的债权 抗辩的法院 不予支持 各位在民法典当中 债的保全 债权的撤销权 我们讲过这么一点 说 这里是债务人 这边是债权人 OK 假设 现在债务人欠债权的是100万元 在此基础上 债务人对第三人进行了无偿的赠予 或者明显不可以价格交易 或者放弃债权 假设放弃债权是200万元 我说民法典规定 债权行使撤销权 应该以自己的债权金额为限 他只能撤销这边的放弃 撤100万 而不能撤200万 因为他只在100万方面里 影响到他自个的利益 民法典说 受到本人债权金额的影响 但是破产法说 不受本人债权金额的限制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 各位债权人 他不是仅代表自己的利益 行使撤销权的 这里债权人 他的地位是替代了谁 是替代了这里 待遇行权的管理人 所以此时债权人是要求 把钱追回来 纳入债务人财产 而不是归自己 也不是仅为自己利益 是为了大家利益 所以此时 这个债权人在破产背景下 就可以把这200万的赠予 200万的放弃 全部给撤销 不受本人债权金额的限制 所以各位 这也总结一句话就是 管理人不撤 债权人撤 债权人撤 不受本人债权金额的限制 你看和民法 是不是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那这就是加大难度的考点了 好 各位至此 关于撤销权讲完 来看第四个 要取回权 也是重点 三星考点 所以你会发现 来到债务人财产这一节 处处是重点 处处是考点 所以这一节 就是我们案例题中的 好 重要的金矿部分 取回权 各位什么叫取回权呢 就是啊 我这边是债务人 A公司 A公司破产 我前面问过你 A公司之前租来的 帮别人带卖的 带管的 是不是证文财产 不是 是别人的 假设是从B公司租来的设备 那等到A公司破产 B公司有权 把这个设备 从A公司给要走 就叫B公司的取回权 所以各位 B公司取回 是导致财产的流出 所以各位 是别人的取回权 而不是管理人的取回权 这点和前面是不一样的 前面吃药权 是管理人的吃药权 取回权是别人的 是别人拿走的权利 大家在这里一定要分清楚 看这里 受理破产申请之后 债务人占有的 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该财产的权利人 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 大话管理人三个字 在管理人这里取走 但是法律令有规定的除外 啥时候法律令有规定 重整的时候 如果现在A公司 不是进入破产清算 而进入破产重整 此时应当按照 合同的约定行使 取回权 就不能随便行使了 看下面这两个小例子 A公司从B公司租赁卡车 租期是到2025年 大家知道现在是23年 还没到 结果在21年 1月A公司就破产了 看两种情况 如果A公司总破产清算 所以虽然租期没有介质 但是B公司可以立刻 马上去走卡车 进入取回权 因为破产清算 意味着A公司不再经营了 所以期间没有意义 立即去走 但相反 如果A公司破产重整 那根据约定 租期是到2025年 现在是21年重整 还没有到期 那此时B公司就不能 网顾没到期 这事实立刻去走了 所以这种我们的结论 破产清算中 对方的取回权不受限制 但是重整当中 对方取回权会受到限制 因为在重整当中 给债务员创造一个 稳定核心的重整环境 而不是破坏它 而不是激化它 好 来看取回权行使的时间 应当在破产财产 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群会议表决之前 为什么是方案提交表决之前呢 因为一旦提交它表决 后面就开始卖东西 开始变现和变价了 如果到变价的时候 管理手中既有它自个的 有你的 那多麻烦 所以希望你在这之前抓紧取回 那你看 上述期限之后 取回权也不消灭 因为取回权是一个物权 原物的返还请求权 并不会消灭 但之后你要取回 由此增加的费用 应该由权利人来承担了 好 往下来看 第三 前提 权利人行使取回权 应支付相关的运输费 保管费等费用 那么说这个取回权产的前提就是 债务人之前帮别人保管 保存运输等等 那你要把钱给我 若没支付的 可以拒绝其取回 好 第四 对不宜保管财产 多么讲这个取回权 是物权那个原物返还请求权 原则上取回的是原物 但以下两类不是取回原物 哪两类 债务人占有的 全属不清的 鲜活衣服等 不易保管的财产 那不易保管给我花下来 也说海鲜 各位一般的商品 管理人说了 我破产了 你20天得取走 但各位海鲜 你20天取走 20天变成海布鲜了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 我们管理人可以给他变价 即是变价 把海鲜给他卖了 把变价款进行提存 然后对方把变价款取回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变价提存 取回变价款 另外一类就是不及时变现 价值将会引入贬损的财产 有一种实力性特别强的 像2月14晚上的玫瑰花 像8月15晚上的月饼 也是帮他进行变现提存 好 这是两类特殊的 来看第五类 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 被违法转让的 各位这是这个无权处分问题 说A公司之前啊 从B公司租来设备 一套设备 现在是B公司的 B公司在A的破产中有取回权 当B找到A 说要取回 A说对不起 这个设备啊 在之前为我无权处分 卖给C公司了 那此时B能否把设备取回呢 分两种情况 一个如果C作为第三人 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 那么此时C就取得了所有权 B就不能再取回了 相反 如果现在C不构成善意取得的 比如说C是恶意的 或C支付的对价或合理 或者动产没有交付 不动产没有登记 C不符合善意取得 B就可以取回财产 所以能否取回取决第三人 是否善意取得 看看第一种 如果C已经善意取得 B无法取回 那B该怎么办呢 既然你无权处分 造成我的损失 B就有权要求A赔偿损失 怎么赔 分两个阶段 如果A对C的无权处分 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 各位 A还没有破产 就已经无权处分给C了 那B要求A赔钱的这个权利 好 损害赔偿请受权 就是发生在受理之前的 老债 就是普通债权 那此时B只能向A的管理人申报债权 因为普通债权最后打折还 相反 如果A对C的无权处分 发生在受理之后 那B对A的损害赔偿权 就是受理之后发生的新债 就是共一债务 应该随时产生 随时清偿 所以各位一句话 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受理之前产生的 就是普通债权 受理之后产生的就是共议债务 第二个 如果C不符合善意取得 那B就取回设备了 B这里就没毛病了 但当设备被B取走 C啥都没拿到 但C却迎向A支付了价款100万 那C就有权限 就A返还价款对不对 那请问 C要求A返还这个价款 怎么返还呢 和前面到底一样 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如果A对C的转让行为 发生在受理之前的 C要求A返还价款 就是普通债权 相反 如果 好 A对C的转让 发生在破产申请处理之后 C要求A返还就是 共议债务 好 这个比较复杂的 已经被无权处分的 先看是否善意取得 那这一方应该怎么处理 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按这个规则处理就可以了 当然现在对共议债务 这个概念是陌生的 没关系 一会我们讲共议债务 之后我们再总结这里 来看第六个 原物亏损灭失的 还说刚才这例子 B将设备租给A公司 这台设备 现在当A破产 B要去取回 A说对不起 设备损毁灭失 比如被雷给批了 比如说被第三个给打坏了 损毁灭失 很不幸 原物没有 当然不能取回原物 但很幸运 这个设备啊 之前买过财产损失险 有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 致损人也很有实力 致损人有赔偿金 或有代偿物 各位 物权我们讲 有叫物上代位性 原物没了 变成保险金 赔偿金 代偿物了 我是否能针对它变的 保险金 赔偿金 代偿物形式取回呢 你看 分两种情况 第一 保险金 赔偿金 代偿物 还没交给这个债务人A公司 各位这东西还没交给他 因为在保险公司放着 在致损人放着 在赔偿人放着 那因为这笔钱 和原的设备 有一对应关系 有一对应关系 那就简单了 物上代位性 B就可以主张 对保险金 赔偿金 代偿物形式取回权 相当取回了原物 相反 如果保险金 赔偿金 已经交给了债务人 坏了 钱 是特殊的动产 债务及所有 一旦交给债务人 有 那就没办法 和原物有对应关系 就变成债务人的 一般财产了 或者 代偿物已经交给他 并和 债务人的其他财产 区分不开的 那此时 就没有了物上代位性 没有一对应 那只能要求A 对这个设备的损失 来向B赔偿了 那怎么赔呢 看阶段 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如果 这个损活灭失 发生在A的破产数理之前的 那B要求A赔钱 就是一个普通债权 申报债权 如果 这个回损灭失 发生在A的破产数理之后 那就是 共益 债务了 是不是还是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这是第六个 来看 第七个 出卖人的取回权 也称为叫特殊的取回权 它还指 发编受理破产申请的时候 出卖人 已经将买卖标的物 向作为买售人的债务人 发运 债务人 尚未收到 大家看 既然尚未收到 东西在哪里 东西 在路上 且 买方没有付清全部价款的 出卖人可以取回 在运输途中的 标的物 大家看 有两个条件 必须同时满足 一 东西在路上 就要在运输途中 第二 买方没有付清全部价款 此时卖方 就可以针对 在途中的标的物 取回 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大家看 管理人 可以决定支付全部价款 要求对方交付 因为一旦支付了全部价款 就消灭了 他的第二个条件 那当然 出卖人的取回权 就消灭了 好 这是他的两个条件 往来看 出卖人如何去主张取回权呢 大家看 出卖人 可以通过通知 成员人 或者实际占有人 终止运输 返还货物 变更到达地 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 收货人的方式 来主张行使 取回权 如果他在过程 主张了 但没有实现 或在货物 没到达管理前 影响管理人主张过的 到达之后 也可以主张取回 所以你看 这个取回权的主张试点 只要是在运输途中 主张的就可以 哪怕没实现 事后也应该与业支持 好 这是什么说 充满你的取回权 各位 至此 取回权 这个大的点 我们讲完了 来看这个图形 某说权的人原则上是针对原物进行取回 这是原则 但如果没有原物呢 比如原物毁损灭失了 比如原物被管理人给变价处分了 比如原物被管理人给无权处分了 看有没有替代物 各位 替代物啥意思 原物被毁损灭失 有没有保险金 赔偿金 替代物 如果被管理人处分掉 有没有将变价款予以提存 如果有替代物 再看替代物是否特定化 有没有特定化 这笔钱还没交给债务人 或者这笔钱提存了 就要特定化的 或者代偿物交给他 但是能够和其他物区分开 如果能够特定化 就取回这个特定物 等于物上代位性 相当取回原物一样 相反 如果替代物不特定 就是钱交给了债务人 代偿物交给了债务人 且和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不能区分 或者根本没有代偿物 就没有物上代位性 没有针对性 没有这种一致性 那怎么办 只能要求债务人赔上损失 怎么赔损失呢 老债老办法 新债新办法 分阶段讨论 如果这个导致原物毁损灭 是原物不在的行为 翻到受理之前 那么债权只能申报债权 列为普通债权 相反 如果该行为翻到受理之后 则是新债 则列为共业债务 这前面讲的这个复杂表格 它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 各位取核权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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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